這一位資深藝人徐峰抗癌成功 還代言防癌的檢測 那麼比起生病時體重不到五十公斤 現在的他已經逐漸的恢復當中 不過聲音也變得沙啞起來 恢復健康之後 他最大的心願就是開場演唱會 帶著沙啞的聲音 資深藝人徐峰化療後首度露面 不過回顧一個多月前的他 是這個樣子的 顧不得手術後虛弱的身體 資深藝人徐峰 怎樣都要跟老友緊緊擁抱 當時的他體重甚至不到五十公斤 現在健康逐漸回到他身上 一切樂觀 據我本身的情況 跟醫生給我的評估 都很樂觀 罹患時到癌三期的徐峰抗癌成功 但手術留給他的是沙啞的聲音 生了場大病之後 徐峰才深刻體認到 健康檢查多重要 人啊 不要斤斤計較 樂觀 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而且要保持樂觀 淚經一次化療跟食譚次電療 徐峰逐漸恢復健康 人生觀也轉變了 未來最大的心願就是能開演唱會 讓影迷一切相思 明新聞 綜合報導 市場 一 買 斤 迴 雜 蜜